嗨,大家好,我叫薛林总,我曾经三个男人,业余国立高属大学,因为那些人在网络出几块8年了,当初在大概大了的时候,竟然讲业者在找到工作,所以有些上网查一些资料发现,那时候申请工作均的条件是薪水要达到月平均5万块以上,其实月平均5万块以上是对于网络压生还是薪水的, 有点困难,就是在南部,后来就慢慢反击了这个想法,因为到毕业的那一年,有特殊比较低一点自己的制度,他不再当当看你的试制,他还从学历和明义工作坚的方向去看看你这个是不是申请工作证,其实相对于即看试制来说是简文等多,那我也因此说会去盛行的工作坚, 我算是评点制度突出之后的第一批试文字,虽然简单多,那是有几个方向,还是需要去考虑到底要不要留着台湾工作,第一点就是你的薪水,虽然说薪水已经不是唯一的条件,可是还是得要一点一丁的薪水,才会维持一个生服品质。 第二是你的工作环境,因为在出社会之后,其实你大部分的薪水带在公司,而不是其他地方,所以如果你只有工作环境不好,其实就会影响你整个人很多很多。第三个就是未来的发展进步。 不管留在台湾工作之后,是有没有要回去继续留家工作,或者是继续留在台湾,所以对于里面给自己的政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 第四点,可能只要看工作规模,或者同时好不好相处,之类的。到目前为止,其实我很喜欢在台湾工作,也非常喜欢我的工作。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,或是新的,想要加入,欢迎去来找我。谢谢大家。